翻译&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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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失科了 再失科 想到一个这样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 我做了教育20多年 加起我在师范 教育的话 应该是三十多年了 我再想一个问题 儿童是怎样思考 他们是怎么解决问题的 并且他们是用什么方式 在表达的 原因是什么 因为儿童无法跟你诉讼 我在做学习之理 这个课题 国家一级课题 已经有十年了 我在里面提到的问题 有这样的 我把我们给儿童帮助的 大小排了一个位 是这样排的 排在第一位 第一位 是他自己 排在第二位是谁呢 是他的小朋友 排在第三位是谁呢 才是我们的妈妈 排在第四位呢 是谁呢 是说的 父亲 排在第五位是谁呢 才是我们的老师 我在这里思考 以前啊 我们把老师都排在教育方面的第一位 是不是我们需要思考 在这里有这样一个故事 大家都很熟知的 就是梦母三千 你想想梦母为什么 会带着梦子 从这里牵到那里 从那里牵到这里 我通过我的考察 才知道 他第一个环节 牵走的时候 是因为在那里 容易跟别人产生 打架 第二个环节的时候 发现那个环节 不适合他 梦子的降位 第三个环节 才找到了梦子的 真正所有知道的 他所学习的 真正得到的 他应用的位置 然而我们通过学习这里 十多年的 对小孩 对幼儿教育 对亲子教育的研究 我们创立了这么一个网站 是什么一个网站呢 妈妈幸福有利决定 精斗症 免费 幼儿园课程 这里面你们很多家长 会看到 很乱 很多视频只有一点点 很多视频也很杂乱 好像是没有主题 对不起 你们没有一个小孩 你们不知道小孩是怎么适合的 只有小孩 他们才看得懂 是 那些视频是 在我们 很多幼儿园 很多家庭 很多参加活动的 小孩是怎么思考 怎么解决问题 和表达出来的 一些视频 很珍贵 很珍贵 我们不是排在第二位 的老师是谁 就是他的朋友 只有他们交流 他们表达 他们互相的碰撞 才知道他们 小朋友才把他另外学到的东西 就告诉了他 让他学习得更快 更好 之所以说 我希望这个平台 更多的帮助到我们搞幼儿教育研究 和幼儿教育 和更多的家庭 创立了一个童年看世界 这个栏目 我们希望 更多人 更多的学生 更多的老师 更多研究 幼儿童教育 幼儿童教育的 研究者 来研究 我们儿童 眼中的这个世界 是怎么思考 是怎么表达 是怎么 认识的 Dead 我 从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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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